嗨,大家好 我今天真的是 青天吃饱 趁着没事干 那要干啥呢 要来找一个东西 空拍机 那么它要飞上青天 能不能把人带上去 你想太多了 这种反人类的事情我可做不出来 要让它飞上青天 方法很多 那我们当然今天要跟大家 介绍一个就是 教练用的直播教学系统 我可以直接 把空拍机的画面 直播出去 同时把遥控器的操作的手势 跟技巧直播出去 那么同时呢 还可以拍摄老师的讲解 在这个位置 那么装了那么多东西呢 或许你会觉得很奇怪很奇葩 那我们就一一把它 安放上去 那当然呢,我们要做的装备 会有幽览子的包包 必须的 幽览子的包包 作为一个教练包呢 这个包包特别便宜好用 然后做工呢也算OK 好 先把GoPro请上来 那GoPro请上来呢 随着个人的需求 自由调节 那当然我帽子先拿下来好了 不然尺度蛮大的 那这个空拍机呢 要科普一下 这样是违法的 在台湾这边这样是违法的 你不能够空拍机 吊挂任何的外物 飞上去 这不行的 然后飞行的高度呢 海拔起算120公尺以内 晚上不能飞 也不能够四距外飞行 不能够超过四距以外 那我待会要挑战 这个海边20公里 据说这个空拍机可以飞20公里远 那照法规来讲应该是不行这样飞 但是我纯粹实验啦 我不要曝光这样子 或许还行 那边已经有人在飞了 那边有一台 好 首先呢讲解的这一段呢 这是指我们的操控 我们在操控 要操控 摄影机 操拍摄 遥控器跟飞机之间的关系 一机了 第二机呢 我们要实现 面板的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办法 把这个 Mini 4 Pro的画面抓出来 我还在弄 它的HDMI output 还有它的面板的截取 我还在弄 还没有弄出来 目前就只能够用这个土炮 方法来看一下 有多土呢 还蛮土的呢 好 那么我们专门的这个 画面的捕捉 就在这边实现了 这个镜头呢 这个镜头呢 拍摄整个操作面板跟手势 第二号摄影机 开机 好 开好机之后呢 准备 空拍机实现 那空拍机实现呢 当然需要有一点点 聪明的技巧 虽然厉害如DJI 该失误的时候 它还是失误 有东西在前面做障碍的时候呢 失误它就不叫不领情了 好 那空拍机要上升了 启动 长按短 短按长按 一二 好 它们叫专属的声音 好 云台驾动 云台在侦测 好 启动 好 戴上羞耻的帽子 挺羞耻的 配合着空拍机的画面 然后呢 要把 这几台机器的画面呢 传送出去给你们 那传送这些画面呢 有没有难度 其实是有的 反航点已刷新 请留意反航位置 请留意反航位置 它都在告诉你 一点一滴的告诉你 然后这里呢 四处空旷 距离建筑物30公尺以上 算是可以合法使用的一个状态 然后飞上去之后呢 相信这个位置 应该是可以 飞个20公里不是问题 好 那启动呢 能不能启动我不知道 各位看一下哦 启动哦 应该会打到了 各位看 不给飞哦 不给飞哦 有画面但是不给飞 那么 合理的怀疑 合理的怀疑 这里是禁飞区 要不完全不给启动 再试一次哦 好 呃 不好意思哦 这里是禁飞区 完全禁止飞行 所以呢 我们只能送直播画面 来满足各位在直播方面的需要 那现在所使用拍摄的设备是 Pockets 拍直播画面 Action 4 拍 Mini 4 Pro 空拍机的 遥控器 手势操作及萤幕界面 GoPro 拍摄 Action 4的作动 遥控器的作动 空拍机的作动 这台机器呢 将会靠在这个上面 形成一个什么呢 形成一个拍摄教练的模式 所以呢 这个教练 录影 直播 教学系统 一次有四台摄影机镜头 空拍机 面板相机 主持人画面 老师画面 以及 全部的关系画面 透过GoPro实现 好啦 那这个机器 还蛮不错的 那我们有机会 再找个能飞的地方 飞飞看 抱歉 这里是禁航区 叫做Loman喝电厂 咳 所以白来了